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莱因为外貌的丑陋非常自卑 最后选择了整容来改变自己的外貌 整容之后的林秀香变成了校园里面的人气女神 更加收获了爱情 而林秀香在电视剧中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以至于观众认为她根本上就是本色出演人造美女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整容的经历 所以才能够演得这么真实 而在出道初期林秀香也曾被误会整容 1990年4月19日林秀香出生于韩国 而她进入娱乐圈也是因为一次机缘巧合 在釜山长大的林秀香出一时在路上被心坦相中 因此将演员当成了人生的目标 虽然父母反对 但她自小意志就坚定地想要成为演员 为了原演员之梦 初中时林秀香曾用离家出走的方式 但最终还是无法得到家人的认同 也因此林秀香最后前往国外留学了一年之久 后来因为对国外的生活不适应 与对演戏的热爱无法停止 于是她决定瞒着家人偷偷回国 并以绝食的方式与家人表明演戏的坚决 在她的坚持努力之下获得家人支持 开始往返釜山首尔来充实自己 开启了她的演戏之路 19岁那年林秀香通过电影《第四课时》推理领域 正式出道 不过当时的她因为演技不纯熟 造型也不出彩 所以并未受到关注 时隔两年后 林秀香不仅外形上有了变化 演技有了一大进步 2011年她便手挑大梁与成勋主演了《星际声传》 剧中二人为观众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 镜头下林秀香将女主丹斯兰的端庄优雅 坚韧勇敢表现的凌厉尽致 随着《星际声传》的热播 其所散发出的气质令观众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 她更以稳定的发音和颇具魅力的嗓音 征服了不少观众 虽然是新人演员 但仍然获得了不少的夸赞 凭借此剧她的知名度就此大增 最终因为颇具灵气的表演 林秀香一举斩获了韩国电视剧节最佳新人奖 与SBS演技大赏新人奖 而在这部作品中 她与男主角陈勋的《甜蜜吻戏》 也是让人直呼少女心炸裂 也因有爱的互动 以及默契的搭档 陈勋与林秀香也是传出了音系深情的绯闻 后来陈勋登上多口秀节目时 更是直接告白林秀香 表示自己跟林秀香拍戏过程中感受到了感情 可惜二人最终位在一起 就在林秀香爆红之后 她却遭到了整容的质疑 原来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 她为旧照和恶评伤心难过 并表明自己真的没有割过双眼皮 双眼皮是天生的 而看过她旧照的网友反而很吃惊 因为她过去的样子和现在并没有太大不同 青涩的模样反而显得更加可爱 她隐约的微笑和鼻挺的鼻梁 抓住了人们的视线 不过好在她并没有被这些流言蜚语所打倒 而是继续用实力证明着自己 同年她搭档沈昌明 李允熙主演了《天堂牧场》 饰演了与丹斯兰性格却完全相反的李多恩 影音剧烈的反差 林秀香的演技再次得到了好评 2013年播出的《Iris 2》中 林秀香褪去清纯 饰演无比性感的金言华 同时她尝试了形象变身 在该剧中 她剪了短发 散发出高傲冷酷的魅力 以无大表演和锐利的眼神得到瞩目 因为相当亮眼的表现 林秀香再次稳固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地位 同时她的演技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林秀香的事业稳步上升 粉丝们也关心起了她的感情生活 其实对于自己的感情 林秀香也透露 一直以来自己都很殷切的想谈恋爱 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单身主义者 只是一直都没能遇到合适的人 林秀香还坦言 比起其他外在的条件 她更看重的是对方能不能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因为她自己本身是一个经常会感觉到不安的人 希望对方能够给她依靠 这一点也可从林秀香出演的综艺 《我独自生活》中看出 她是一个传统的乖乖女 所以她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而就在耗资150亿韩元拍摄的韩剧 《感激时代》 《斗神的诞生》中 林秀香写手金贤正 陈世言 金才玉等 为观众呈现出了一出 上世纪30年代中日韩三国黑道们展开的 爱情 意气 友情的黑道故事 林秀香扮演 为给父亲报仇雪恨 支持了天海想扩大 日国会版图的出口家耶 出道多年的她 演技也是肉眼可见的愈发成熟 终于2018年 林秀香迎来的自己事业的爆发期 这一年超人气慢改剧 《我的ID是江南美人》横空出事 其实刚听到剧名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但没曾想 瞬间真香 男主的脑袋比女主还清晰 智商情商随时在线 上帝视角的她早就看透了女二的小把戏 传统的装可怜在男主面前根本没有 不仅不给你丝毫的机会 还会直接怼你 干脆利落 帅得有理由 后来我才知道 女主林秀香为了更加符合角色 还做了不少的努力 由此可见 林秀香对演戏真的是很认真 在剧中 林秀香完全投入了这个角色 牵引着全剧的发展 特别是在中后期 林秀香将女主的内心情感表演得更加丰富细腻 虽然她一直以成熟端庄的形象示人 但这次通过电视剧 我的ID是江南美人 林秀香展现了可爱直爽的一面 并且她和所有的对手系演员都能产生CP感 让人在欣赏电视剧的时候更加津津有味 影音独特的存在感 林秀香被称为演技天才 收视保证 不过在这部剧之前 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出演的其他韩剧 也因此剧入坑 发现偶尼原来已经出道挺长时间了 并不像彻影优一样是个新人演员 仔细来算的话 如今她差不多已经31岁了 她出色的颜值和演技全都得到了认可 不过林秀香也表示 虽然因为整容形象的角色会感到负担 但作为演员 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 自己都会好好吃透 而此后林秀香出演了优雅的家中财阀的女儿毛朔西 话说剧中的偶尼真的是A爆了 走路带风 双伤在线的女主人设真的太圈粉了 凭借着扎实的演技 使得MBN电视剧获得了最高收视率达到7%的好评 最后也期待偶尼更多优秀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时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时姐哦 小时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